好那Ryan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中美角力戰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那將來你認為又會演化到哪裡去 好那其實中美角力戰呢 我覺得剛剛我們上一個課程 單元叫做去全球化 或者說是慢全球化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慢全球化 就是中美角力造成的 所以這次中間有非常多的一個變數 或者會影響到你的個人生活啊 或個人的投資 或是一些企業的一些決策 所以我覺得這個張姐是蠻重要 我就從就是剛才范姐提到 2000年這件事情開始說 說起哦 那其實是中國的經濟的關鍵轉折 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啊 其實中國的一個GDP只有1.1兆 那佔全球的一個比例是3%左右 那當時的一個美國其實是9.6兆 所以其實那時候美中的一個GDP差距 是來到9倍 但是他在加入WTO 短短的一個10年之間啊 其實中國的一個GDP就成長到6兆 那美國當時是15兆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6兆哦 其實這個6兆他在當時就已經是 全球第二大的一個經濟體 那佔全球的一個比例 其實拉伸到了一個9%哦 那當時中國的製造其實是快速的推動 他的一個經濟嘛 那2000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啊 其實中國的一個出口總值 大概是從2500億 到06年的時候其實就是9700億了 其實成長四倍之多 那這個中美這個關係 其實 呃 美國當然不是單純的想要幫助中國嘛 其實中美在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下 他是一個互利共融的一個關係 其實美國他可能有很多的技術 很多的一個資金 資本 但是他的一個勞力成本 其實已經全部都拉起來了 所以他很需要有一個海外的國家 去幫他做一個製造 中低階製造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中國當時就有一個 最大的一個 便宜便宜勞力的一個地方嘛 那他們又缺技術缺資本 所以他們這樣在一個共融關係下 其實中國經濟起飛 那美國換到的就是他從中國進口的物價 是大幅的一個下降哦 那就是有助於他的一個消費經濟嘛 Ryan其實你剛剛講這個事情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時候其實在美國 我看過一個美國媒體訪問他們的工人 他其實那個訪問的那個太太 他其實他老公已經失業了 就是因為他所有的製造業的工作 都已經挪到中國去了嘛 但是他們下了班呢 還是去Walmart去買中國 製造的產品 因為比較便宜 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當時其實是有一個這樣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的很多工人 就是中產階級都沒有了 所以就這個趨勢就造成後來川普篡起 而且他就是指明說 我們的工作都被中國人強制 要改成美國製造嘛 所以這壓力很大 可是說實在我在美國住了快30年 這不是我第一次看過 就是他對中國這種敵視的態度 他不是第一次 以前歷史上好像也有發生過對不對 對其實在那個就是每一個經濟體 就變成世界第二的時候 其實美國都會開始出手做一個打壓動作 那其實上一次其實就是日本嘛 那其實日本就是非常好的前車之鑑 只要有國家就變成說 他GDP變成了美國的一個六成左右的時候 美國就會開始打壓你 那一部分當然就是范姐跟他講的原因 那第二個他就是要保住自己 就是第一名的一個位置喔 那我就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其實在1985年的時候 其實日本就成為了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在全國 之前都是美國 那很巧妙的哦 2016年的時候 也是中國成為世界上 最大在全國的一個實踐點 那在1985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就會聯合說 像是英發德啊 去跟日本簽下一個廣場的協議嘛 然後呢同時 他也是先祭出301的一個條款 去對日本的一些汽車啊 半導體去做一些就是限制的動作 那這個後面的事情 大家應該就知道 1990之後其實日本就出現一個 泡沫的一個現象經濟泡沫 那可能失落10年 20年到現在的一個經濟證數 都還是非常的低哦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中美的一個時間軸 我們整理在圖表上面 那其實中國經濟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正式的達到了 美國的一個六成 那再加上說說中美的貿易 是一個非常失衡的一個狀況 所以美國就正式的開始 打擊這個世界第二哦 那從中美貿易的時間軸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美國跟當初對日本一樣 一樣先提出就是301條款 那這一次的301條款 他其實是針對就是知識產權 去展開一個調查 那從這個貿易開始哦 我們就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的話 在川普時期 大概2019年的一個時間點 其實基本上所有中國進口到 美國的一個商品 都被課增了15到30%的一個關稅 所以非常非常高 所以一開始他就先打傳統貿易 然後呢到了後面 那要繼續拿下去的時候 要再找別的東西 可能就像到拜登時期的時候 開始推一些晶片的一個法案 那限制一些像是可能中心啊 華為的一個部分 所以從貿易打到科技 那到了一個2023年的時候 拜登甚至開始推出一些 投資禁令 那這投資禁令是針對一些 你去發展一些 量子電腦技術啊 去發展一些先進的技術的時候 他開始限制你的一個資金哦 嗯 對 其實那個Rain你剛剛講到的時候 是對日本的這個壓制的 那個行為的事情 我其實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時候我剛到美國 日本就是因為買了 他的那個Rockfield Center 美國那個Rockfield Center 他是他著名的地標嗎 哦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那個美國人造成轟動 對 美國人那個反日情緒之高啊 跟現在這個反中的情緒 我覺得不會差很多 真的不會差很多 所以的確是以前就是 所以老美就是這樣 老美就是做同樣行為啦 對 就是他看到人家 快追上來的時候 他就想盡一切辦法 他就維持他第一的這個地位嘛 好 那現在我們知道 中美這兩國啊 他其實這個都是東西方的龍頭嘛 地理位置其實也很相似啦 但是國土面積啦 文化複雜程度都差不多 但是在長線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上面 你比較一下這兩方實力 到底誰比較好 文化複雜程度都差不多 卡 文化複雜程度 詞 維持雜程度